7月1日突然有報導 爆出姜濤在上年年初拍攝劇集季前賽時 已經跟MIRROR御用髮型師Lidia Yung-Tajer 他們自此發展在一段地下情 由至今年3月 姜濤去到日本工作時 呈到農事偷疑Lidia 但被粉絲拍下了照片 雖然暫時未見到親吻照片流出 不過網上就有他們拍拖甜蜜互動的片段風傳 估計是在拍攝季前賽期間拍到 片中可見 Lidia幫姜濤塗防曬時 姜濤立刻開心甜笑 另一段片 就是姜濤全城望塞Lidia 還面露一副嬲嬲表情 眼中只有對方感 24歲的姜濤入行以來 一直都保住MIRROR最後一個A0之身 但昨天被傳媒踢爆 他疑似跟MIRROR的髮型師Lidia Yung拍拖 指兩個人早在去年初拍攝劇集 季前賽時已瘋著 發展地下情、穿情侶衣等 今年3月還拿正牌去日本月工作於拍拖 順便為Lidia 慶生 程度農事還忍不住偷疑Lidia 還被粉絲拍到 不過報導指 姜濤的經理人公司為了避免影響形象 以高價買斷了兩個人的石石照片 拍拖消息一傳出後 無論是姜濤之間或討論他都非常震撼 姜濤不接納這位姜嫂 批評Lidia 的外貌襯不起姜濤 教壞姜濤令她經常失場等等 又指子弟戀的姜濤煲老牛 姜濤未知是否抵受不住輿論的壓力 以及網民姜濤對Lidia 的人身攻擊 姜濤還在IG story 連貼了兩首歌的歌詞 包括鄧子琦的壽難code 以及自己的鏡中鏡掃心聲 陳偉嫂早前在灣區聲明月音樂會中 獻唱金曲千千缺歌 可惜竟然被批評為大炒車 有人知他頻頻走音 高音位再唱不上 令到回憶都瞬間崩壞 有網民去到陳偉嫂的IG上留言 問怎樣看待有Youtuber批評當晚的演出 亦有網民留言力撐 指以這個年紀 保持到這個水準已經超了Banna 雖然網民繼續討論 不過陳偉嫂選擇沒有回應 有時候沒有反應 比有反應更好 或者這樣是最適合的動作 無線處境劇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同聲良與勤由2017年6歲開始 加入劇組飾演Philip仔一個 不敬不覺他今年已經12歲 他今年年初因為要準備 聲中專注學業而退出劇組 他亦由昔日的冬菇頭BB 到現在已經開始有少年的感覺 昨天他分享了三張最新近照 並留言表示自己已經小學畢業了 雖然想中的他戴上口罩 但仍然可以見到他比之前又再長大了不少 越大越帥仔又帥 向小鮮肉之路進發 不少網民都留言爭他 好帥仔呀 長大了啦 張震朗女友 有番品陳妍希之稱的楊詩詠 擁有一副完美好身材 今天他就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他出海玩的片段 一段是他坐在快艇上的自拍 另一段是他拿著水槍兜面噴水射向自己沖洗臉的短片 並寫上下水禮 相信是他今夏天首次出海玩水 片中楊詩詠穿上黑色泳衣 看似密實 實質非常低胸 而且胸口下面都開了個大洞 盡輸他的白滑肌膚和風滿身材 相當性感呀 無線新聞部主播今年大爆離職潮 繼年初的唐凱文之後 就相繼有墨詩敏、圓圓育和五彩營離巢 近日又有一個主播界男神辭職 他就是有番品吳燕祖之稱的新聞主播徐進逸 五彩營日前在網上上載了 他和徐進逸在食市坐在一起的合照 還寫著寬送財經總吳燕祖 估計是說徐進逸離職TVB新聞部 現年52歲的曼爾文 近年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內地 期間走訪了很多民宿 最後被莫江山的環境吸引 2021年開始做民宿生意 相隔短短兩年 民宿就在南京在唐村開分店 據知曼爾文原本是擔任民宿的代言人 之後才正式入股 升格做老闆娘 還親身上陣宣傳 可以見到 他換上多套不同風格的美衣 當中身穿藍色薄紗長粉的他 大鬚招牌42吋長腿 相當搶鏡 43歲的葉船近年主力在內地發展 更加加入直播帶貨的行列 但就因為他肥腫難分的身影 加上出位的行徑惹來爭議 日前葉船在直播時 穿著一條吊帶連身裙出鏡 而他穿的就是被稱為小三群的連身裙 掀起了網民的熱意 紛紛留言說他這個舉動是為了搏出位 中銷他入營入隔 人稱顧老闆的顧忌君 近日相約至白會好姊妹算血 又海文、劉曉彤 為杜姐鄭宇寧慶祝影片頻道啟動 在他豪宅露台合照 身後景觀相當震撼 上片可見景觀非常開揚 港島中環、灣仔、維多利亞港島盡收眼底 氣派十足 以往顧老闆不時分享豪宅照片 可以放置十呎高的巨型聖誕樹和桃花 擺巨型梳化餐桌仍然相當闊落 空間感十足 大兒良7月1號 在第34屆金曲獎頒獎 但想不到頒法最佳單曲製作人獎出錯 令入圍者之一的陳建偉 誤會自己得獎 大兒良心地抱歉 在2號清晨4點多 開直播爆哭 但是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道歉 尤其是建偉老師 建偉老師 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在錄音室 我們可以一起在進去講 然後讓我再次地向你表達我最深切的 最深切的歉意 I'm so sorry I'm sorry 因為那個是我長大的過程 然後其實我一直希望可以再奉獻給進去講 但是這次我搞砸了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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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愧疚 她表示 甚至願意幫忙打掃廁 幫忙買飯 希望金曲獎可以原諒她這次的錯誤 我先來給你 點心 點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